次日 清晨 在吃完早饭之后 楚清禾便兴致勃勃地出门 然后和昨日一样 等到中午的时候吃完饭 然后下午再去 只是 今天还没到开饭的时候 楚清禾便回来了 看着闪身回到别院里面 躺在椅子上的楚清禾 沈母音机愕然道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文言 楚清禾慢悠悠道 那白小生说要处理正事 所以我就回来了 听到这话 沈母音机先是正了一下 而旁边的屈飞烟 则是狐一道 下了两天骑 那白小生 不会是一把都没有赢过吧 楚清禾略显懒散地 呃了一声示意 对此 屈飞烟不禁悠悠道 连这两天 一把都没赢过 换了我也不会 和公子再下棋了 连星禾玩玩几人听到这话 都是忍不住点了点头 两天下来 即便是楚清禾 和那白小生下棋下得慢一些 少说也能够对异 差不多三四十把了 而这三四十把的对异里面 白小生竟然一把都没赢过 这换了谁能够受得了 怕是脾气最好的小招和林诗音 都会自闭了 略微沉吟后 连星开口道 姐夫你就不知道放水 让让那白小生吗 对此 楚清禾叹了口气道 放了呀 要是不放水的话 这两天 我和那白小生对异的棋局数量 至少得翻三倍 毕竟在棋异上 楚清禾已经是达到了宗师级 放眼天下 怕是都找不出第二个 在棋异上 能和楚清禾相比的人 白小生的棋异虽然不错 但也就和公子羽在伯仲之间 在楚清禾的眼中 白小生和自己对异时 那下棋的路数虽然不能说是瞎几把下 但的确是高明不到哪里去 基本上白小生下几步 楚清禾基本上就能猜测到白小生接下来的路数了 这样的情况下 楚清禾能够陪着白小生下两天 的确是闲着无聊的同时 也在尊老的结果了 几人 面对楚清禾所言 几人面面相去 然后面露无奈 楚清禾则是拿着酒杯 不疾不徐地喝着 只是心情却尤为地舒畅 不得不说 闲的时候找点乐子 的确是能够让身心愉悦 而且 聂菜的对象是白小生这样的人 带来的愉悦感就更强了 同一时间 在楚清禾对面院子里面 此时的白小生头发已经被白小生抓得凌乱 盯着桌上这棋盘时 白小生的脸上 尽皆是茫然之色 眼神木然间 白小生的嘴中不断地嘀咕着没道理啊 怎么会这样 之类的话 宛若魔正了一样 而在旁边 此时的孙白发 看着白小生这一副样子 心中也是多了几分同情 可怜的娃 白小生的奇异水准 孙白发自然不会不清楚 早从当年进入白小阁开始 白小生便开始学习围棋 此后 在成为白小阁的阁主后 这几十年来 白小生的爱好就只有钓鱼和下棋 几十年下来 棋益绝对是进入到了画境 而现在 这两天下来 白小生和楚清合下了49局 却是一局都没有赢过 随后 看着白小生那一脸魔症的样子 孙白发叹了口气 随后走到白小生的身前 抬手拍了拍白小生的肩膀 行了 别难过了 毕竟下棋这玩意儿 哪里有去桃乡方来的有意思 下棋下得臭又不是什么缺点 正好这一次 也让你认清一下自己 也省得以后 还当自己奇异出众 听到孙白发的话 原本一脸茫然的白小生 略显疑惑地看着孙白发 脑中不禁冒出一个问题 这话 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埋态我 但当目光 放在孙白发这一张老脸上时 白小生心中一定 就冲这一张脸 就算是好意安慰我 也当是在埋态了 想着 白小生忽然深深地吸了口气 体内的真缘 徐徐地运转了起来 一刻钟后 伴随着白小生 以突袭的方式 用真缘长边 将孙白发吊在院中 一棵大树上 抽打了一会儿后 此时的白小生 顿时感觉心情平和了下来 等重新坐回到桌子旁边后 看着棋盘上 那黑白交错的棋子 白小生长袖一幅 这棋盘连同棋子 全部都是化作离弦之剑 飞向城外 眼不见心不凡 从今天开始 白小生的爱好项目 便少了一个 傍晚 随着接连数日的乌云散开 此前被遮挡的阳光 也露了出来 在这斜阳侵染之下 云霞漫天 美不胜收 内院中 此时的楚清禾 躺在摇椅上 伴随着摇椅的轻微晃动 楚清禾的身体 也是跟着轻晃 欣赏着远处 这满天云霞间 在听着厨房里面 郭铲在锅中铲过的声音 以及滋滋的油烟声 楚清禾的嘴角 亦是不禁挑起一抹弧度 既然不是东皇太医 这一下倒是有意思了 然而 就在这时 楚清禾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视线忽然往某个方向 瞥了一眼 喝 心中轻笑一声后 楚清禾脸上 不禁多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紧接着 一缕精神能量 瞬间冲向白小生所在的院子 下一秒 院中的白小生脑中 也随之响起了楚清禾的声音 人来了 前辈可以准备一下了 听到直接在脑中 响起的这一道声音 白小生稍稍震了一下 随后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不过站起来后 白小生却并未第一时间 前往楚清禾的院子 而是和孙白发一同伸手入怀 几夕之后 白小生和孙白发 方才一起运转轻弓身法 闪身至楚清禾的内院之中 而当这两人身影步入院中的瞬间 楚清禾以及水母阴姬几人的视线 均是不免往这两人看了一眼 只是入目所见 此时步入院中的 却是两张陌生的面孔 一名相貌看起来五十余岁 枯搞腊黄 另外一人满脸的褶皱 看起来尤为的苍老 宛若百岁老人一样 这两人虽然容貌陌生 但当几人目光 撇到那老者手中拿着的汗烟时 哪里不明白两人的身份 赫然是易了容的白小生和孙白发 同一时间 而在楚清禾的提醒下 原本在厨房里面做饭的屈飞烟几人 还有别院里面修炼的 晚晚和联星均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相继出现在了内院之中 在几人挥动衣袖 将脸稀粉混着进气 打入到几人体内后 楚清禾抬手指了一下 注意到楚清禾的动作 白小生和孙白发 就如同和楚清禾商量好了一样 瞬间进入到楚清禾示意的房间内 下一秒 进入房间里面的孙白发嘀咕道 嘿 那小狐狸的药还真的管用 我竟然都感觉不到你 体内的真元波动 白小生点头道 我也是 见此 孙白发不禁嘀咕道 竟然连天人静的真元都能掩盖 这小狐狸手中到底还有多少的好东西 但对于孙白发这个回答 白小生却并未回应 内院 在白小生和孙白发藏好后 楚清禾又让曲飞烟等人进入到了主屋里面 等到曲飞烟几人全部都躲起来后 一道身影已经是出现在了这雨水城的上空 在天地之力的依托之下 这人的身体竟然是停止在了高空之中 在这夕阳之下 那一头白发竟也是被染上了一层荧光 不是李淳风还能是谁 伴随着空中的狂风呼啸 拉扯着李淳风身上的白色长袍不断地摆动 居高临下时 李淳风的视线意识在这雨水城城汐的方向快速地扫过 站得高了 小心容易摔着 这时 一道声音悄然传入到李淳风的脑中 听着这声音的瞬间 李淳风第一时间便分辨出 这声音是属于此前大泽山山顶上和他们对话的人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快速看去 李淳风的眼中立刻锁定了 此时站在院中看着他的楚清禾 当目光触及到楚清禾时 李淳风眼眸微移 但下一秒 当李淳风的目光触及到楚清禾身旁的水母音机时 李淳风面色一变 随后身形一闪 快速地从空中闪身至楚清禾的院中 看着忽然步入到院中的李淳风 楚清禾身旁的水母音机面色不变 只是前一秒看向楚清禾时 脸上的甜美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充分地展现了 什么叫做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目光在水母音机 莲星已急 玩玩几人身上扫了一眼后 然后看着此时姿态散漫的楚清禾 犹豫了一下后 李淳风试探道 李淳风见过前辈 文言 楚清禾诞声道 坐 再次听到这声音 李淳风已经能够肯定面前的楚清禾 的确便是大泽山上的那人 对此 李淳风点了点头后 缓缓地坐了下来 方才准备的林诗音 也是上前将手中刚刚泡好的茶 递到李淳风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这一杯茶 在抬头看着对面的楚清禾 李淳风叹了口气道 原来是前辈故意将晚辈引过来的 面对李淳风的称呼 楚清禾并未去刻意纠正 而是徐徐开口道 本作也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方才让你背着大夏皇朝的人 暗中想要接触本作 或许是头一次听到楚清禾 用妖月惯用的自称 此时的屈非烟己人 不禁相继瞥了一眼楚清禾 对面 对于楚清禾所问 李淳风沉吟了少许时间后 开口询问道 晚辈斗胆 请问前辈身份 当日在大泽山上 见识过了楚清禾的阵法 以及所用的剑气后 李淳风第一时间 便想到了神州大帝问道宗的那一位 破须境圆满的高手 可今日看到楚清禾的相貌 李淳风可以肯定 问道宗的那人 相貌绝对达不到在这一种程度 因此 现在的李淳风 反而不清楚楚清禾的底细了 面对李淳风所问 楚清禾慢悠悠道 本作无门无派 并且也不喜欢在江湖之中行走 说了你也不清楚 听到楚清禾这话 李淳风不禁微微皱眉 将李淳风的神情收入眼中 楚清禾却浑然没有在意 而是缓缓开口道 况且 能够在大泽山后 便让人暗中调查 如此急切 对于你而言 本作的身份很重要吗 这话一出 李淳风神色微变 沉吟了少许后 李淳风开口道 看样子 前辈对于晚辈这一次的来意 已经清楚了 对此 楚清禾不急不慢道 作为大夏皇朝 安排到这九州大地的人 现在确实背着大夏皇朝 独自跑到我这边来 很难让人猜不到你的意图 文言 李淳风点头道 前辈高见 在恭维一声后 李淳风继续道 不过前辈既然猜到了晚辈的意图 前辈还敢主动迎晚辈过来 看样子 前辈并未将大夏皇朝放在眼中 楚清禾诞声道 还行吧 将楚清禾这懒散的姿态看在眼中 李淳风眼中金光轻闪间 缓缓张开嘴 这边 在回应了李淳风一句后 不等李淳风开口 楚清禾便继续说道 你想见本作 本作 现在已经在你面前了 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机会仅此一次 听着楚清禾所言 李淳风叹了口气道 既然前辈也是神州大地中人 想来也知晓 我鬼谷派的情况吧 楚清禾诞声道 千年前尚且还是顶级势力 但中间没落 然后被大夏皇朝收为麾下 自此沦为大夏皇朝的附庸 每隔两百年 安排人进入到九州大地 监管龙脉运养之事 对于李淳风的身份 楚清禾上一次在大泽山 将李淳风迷魂后 便已经问出来了 经历过那一次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 对于李淳风 甚至鬼谷派的相应信息 楚清禾自然知晓 末了 楚清禾话语一转道 也是因为知晓你的情况 本作方才会见你一面 若是换了大夏皇朝 黄庭司的那人 或许本作连剑都懒得见 将楚清禾的话收入耳中 李淳风开口道 所以 这一次晚辈前来 是想要和前辈做一场交易 楚清禾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 看着对面的李淳风 等待着李淳风后续的话 见此 李淳风徐徐开口道 若是前辈需要的话 晚辈能够办法 让前辈取而代之 掌握大夏皇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心